大家好,我是达姆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市场上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质量好的产品反倒不如质量差的产品销路好 人们本来的意愿是买好的产品 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花了愿望钱买了个次品回家 最终质量好的产品无人问津只能撤出市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经济学中的一个效应 即劣比驱逐良币定律 2006年8月25日 著名经济学家马丁·富尔德斯坦 在美联储年会上指出 美元现在正在经历着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美元正是这一效应中的劣币 2006年美元对日元欧元等货币的贬值率超过7% 尤其是日本第一次结束零利率的阵子之后 美联储面临了很多困难 这就让非美元货币的前景更加不好 大家手中的美元随时会贬值 能买到的东西也就变得更加的少 这时话世界消费者就更愿意 首先选择美元来进行结算消费 选择其他货币 诸如欧元等进行储蓄投资 从而使自己的财产能够保持 这样一来 国际消费者在消费时 就会以美元作为首选 大量美元用于国际结算 美元就进一步扩张到全世界的各个领域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劣币驱逐良币定律 是经济学中的出名定律 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格雷辛 于11559年提出 所以也叫做格雷辛法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 是这样来定义它的 在双本位货币制度下 若把质量好的货币叫做良币 质量差的货币叫做劣币 如果质量的货币一起在市场上流通 那么良币的功能 就会由流通变为收藏 最终会被劣币驱逐出流通领域 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是劣币驱逐良币存在的前提条件 这是因为倘若市场参与者 对于货币的真假都非常了解 没有人会愿意接受劣币 劣币也不可能在市场上流通 1970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乔治·阿克洛夫 发表了一篇 关于深入解析二手车市场的论文 《柠檬市场》 这篇文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001年 他因此与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赛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教授 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品的卖方往往比买方 拥有更多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 这时候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 就是不对称的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柠檬市场效应 这时候质量好的产品或者服务 往往就会被淘汰出局 而劣质产品或者服务 则会占领全部市场 原本按照经济学需求法则 降低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人们对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 提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这种商品的供给量就会增加 但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 与机会主义行为 有些情况下 降低商品的价格 也不会出现增加需求的结果 提高价格也不会增加供给 阿克洛夫教授提出的二手车模型 可以说明这个现象 假定在一个二手车市场里 买卖双方关于汽车质量信息的了解 是不对称的 买家只能通过观察车的外形简介 以及简短的设价来判断汽车的质量 这也很难确定一辆车的真实质量 所以买家在买车之前 并不知道哪辆车质量好 哪辆车质量差 他只了解汽车的平均质量 倘若买家了解二车市场中 质量好的车最少6万元 质量差的车最少2万元 那么买车人在对汽车质量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有谁愿意为他所选的车 支付更多的钱呢 几乎所有的点心买家 都只想出4万元 也就是说按照他所指导的汽车的 平均质量出价 但是这样一来 拥有质量好的汽车的卖方 就无力可图 甚至会赔钱 因此他们就会将质量好的汽车 撤住市场 只剩下质量差的汽车 如此往复啊 二车市场里质量好的车 就会被驱逐出厂 最终呢逐渐消失 一般情况下 市场竞争机制是优胜劣汰 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市场的竞争机制就会失效 最终得出劣币 驱逐良辈的结果 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之间有密切关系 高价格才能引出高质量 低价格只能导致低质量 这种逆向选择 使得市场上出现了 劣胜优态的不正常现象 因为销售者处于信息的劣势一方 他们并不能完全掌握 产品质量的准确信息 质量卖家有了以降低产品质量 来降低产品成本 进而通过降价来促进成交的可能 这就是低价格导致低质量的原因 实际上 尼莫市场充滞着我们的生活 市场中许多人因为亲信了学家广告 而上当受骗就是很好的说明 市场上那些销售 所谓奇效药的商家 常常利用神奇的医药广告 甚至说是一些医学权威的幌子 来诱导患者购买他们产品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对产品的了解比较详细 而对于医疗动态等相关信息 掌握的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 患者们往往缺乏对相关的医药知识 和医疗动态的了解 这样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患者们就很容易清醒那些虚假广告 竟然购买商家的产品 在市场中 市场参与者们 总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做着决策 一个人掌握信息的程度 决定了其采取相应的选择的六胎 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谁掌握的信息处于劣坛 谁就会处于被动一方 信息的不对称性 不仅能够影响市场参与者个人的决策 而且对市场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 信息不对称对于市场是不利的 因为市场的能力会为它限制 因此要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 和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 尽可能掌握真实可靠的信息 占据信息优势 这样才能波涛汹涌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马丁·菲尔德斯坦认为 美元贬值带来的 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易双方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原因 因此为了避免柠檬市场效应 掌握更多有用的信息才是关键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创作的内容 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哦